最后的大师 叶启孙和他的时代 作者 行军记 第六章 助推专家致孝 第二节 1930年6月25日上午九时许 一辆辆满载武装士兵的汽车 风驰电车驶来 在清华园门前威夷如震 士兵跳下车 在军鼓声中列队成形 整装待发 雪亮的马靴 闪亮的枪刺 与生疼的尘埃 形成一个巨大的帷幕 背景深处 乔万选被一干人前呼后拥 款款而至 他身穿长袖白色衬衣 红色领带 头戴美国西部牛仔礼帽 足灯老人头皮鞋 除了他那张扁平的黄色脸外 完全是西洋人的装扮 此时太阳正迎面射来 晃得人眼睛疼 他摘下礼帽 遮住太阳 看了看清华逆光中的门楣 然后仰手命令开始行动 一队士兵冲向清华园 然而 呼听校门那一声呼喊 校门两侧历史涌出数百名学生纠察队队员 一排排城墙般立着 阻拦着士兵们的冲击 奉命护卫乔万选的是冯玉祥的军队 一个个飘悍无比 几番冲击未果 领头的军官红了眼 在民众的围观之下 觉得面子掉在地上被人当了泡彩 他请示乔万选 提议名枪开道 娘的 不给他们来真的 还以为老子手里拿的是棉花糖呢 他骂骂咧咧地说 乔万选严厉制止了他 毕竟是清华园里走出的人 他不想为后人留下骂名 虽然有句话叫秀才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 武力会解决眼前的尴尬局面 但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而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那样的话 他不仅不能长孝 还会留下羞辱和笑柄 他终于知难而退了 他担任毒马 在学生纠察队的引领下 来到小礼堂 签署了永不认清华校长的保证书 然后离校 乔万选演兵退却至城里之后 清华园里沸腾一片 校童乐队吹吹打打 文艺社演剧唱戏歌舞翩翩 全校师生们都沉浸在亢奋与欢乐之中 在崇尚自由与民主的清华园 尽管只是与当政者 一次小小的决力胜利 也足以引来人们持久的激动 叶启孙也被这种场面感染着和感动着 师生们发自内心的反感和排斥政治场和权力场的入侵 实际上有力地呼应了他内心的坚持 这就是他很早就形成的君子不党的思想 这是他的信念 同时也是他的缺陷 这种思想既可以成为种子 在某个适合的领域生根开花长成福音之地 又可以成为他身上的结石 在某个时期凶险地断送他自己 为了不激怒阎西山 他致电表示 一本日乔来校 即认为学生劝阻 于学生存出于爱笑之心 其心无踏 二校务 已由校务委员会维持 学生学业照常 不受影响 三经费来源稳定 基金已巩固 现有计划 均能照常进行 四清华并非行政机关 若以非常手段处理 则校务及经费 并生困难 这封电报充满叶启孙的风格 理直气壮 不卑不亢 虽说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但叶启孙偏偏要小之以理 我们清华本来好好的 校务会长校 教授致校 经费充足 学生稳定 你们干嘛横插一杠子 学校不是行政机关 不是军队民团 岂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命令 你严老兮既然敢和老蒋比肩 肯定要给天下人一个印象 看谁更爱国 看谁更爱民 你总不能比着看谁更浑 看谁更不讲理 看谁的刀更快 下手更狠吧 既然你们都说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根本 你们不会 也来焚书坑儒 毁掉国家的前程吧 为了对严西山持续施加影响 在叶启孙 冯友兰的主持下 清华大学教授会不畏强权 也发布宣言 除支持校务委员会上述电文前三点外 强调尊重体制 坚持学术独立 一 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 若任何机关皆可以一指命令任用校长 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 二 愿学校行政 亦能走出正朝 独立进行 比在兵戈扰攘之中 青年上 有一安心求学之处 正是这种有理有结的坚守 使得严西山及其手下 亮知清华由来及其传统 对乔万逊悲剧之事 不再追问 也不再派人来笑 校务由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 冯友兰与叶启孙负责处理例行公事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第35页 从1930年5月下旬 罗嘉伦离校到1931年12月3日 没一起长校 将近一年半时间里 在清华大学 吴校长的巨大真空里 叶启孙以自己非凡的胆识 和才能应对 越刮越猛的正朝袭击 甚至赶在太岁头上动土 直到寻找到理想的掌校者为止 在这一点上 叶启孙功不可没 1931年初 蒋介石兼教育部长 清华大学的校长问题 再次被提上 议事日程 3月17日 蒋介石亲自主持第16次国务会议 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 吴南轩 江苏宜征人 复旦大学毕业 后留美或硕士 博士学位 毕业后 曾一度在美国政府任职 并兼林肯大学教授 回国后 先后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副主任 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 留学生管理委员 河南大学校长等职 从吴的履历看 也应该算是一个学者型的教育者 但是 由于他背后的政治背景 他与国民政府 特别是与国民党上层陈果夫 蒋介石的深层关系 他的学者立场就大打折扣 很有可能 他会把清华变成第二所中央政治学校 在党化教育的思想笼罩下 清华的学术精神和独立品格就会丧失殆尽 正是看出了这种危险 清华人才奋起抗争